广安地处华银山中段 渠江和嘉陵江中游 是四川最东端的城市 近临重庆 广安人既有四川人的温柔大方 又有重庆人的热辣奔放 然而饮食风格 广安却是独树一帜 不同于成都早餐的稀饭 包子豆浆油条 也不同于重庆火辣的重庆小面 广安早晨的街头巷尾 弥漫着的香气是别具一格 无论是赶着去上班的白领 还是街头忙碌的小贩 在开始充实的一天之前 他们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用一碗米粉 来憧憬自己崭新的一天 喜欢吃的就它这个鱼 它这个鱼好吃 广安位于北纬30度 属于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热量充足且雨量丰沛 因此大米制品在当地盛行 米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广安最为出名的米粉 非越吃米粉末属 而越吃米粉中最为地道的 则是老杨家的手工鲜米粉 这个就是我们做米粉的米 我说这个米是来自于桂草大米 桂草大米当时我们越吃的时候 在七几年 六几年 五几年的时候 种子的这个大米 现在后都杂交道出来过后 就是这个米种子的人都少了 越吃米粉起源于清康熙年间 兴盛于民国初期 民国十三年 县人唐中严在县城北外街 开羊肉粉馆 日销八百余晚 当时制作米粉的大米 就是现如今的桂草大米 桂草大米是一种传统的土著水稻 该米的粘性较差 颗粒长而窄 含有的淀粉较多 在杂交水稻诞生之前 桂草大米是越吃主要农作物之一 要像这样子要充分勤泡 四 桂草大米是越吃主要农作物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杂草大米是越来越农作物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杂草大米是越来越农作物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保持食材的原资原味 固执的老杨拒绝在自己的米粉里 添加任何添加剂 这也导致鲜米粉的保质期极短 运输贩卖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过去都是这个米粉现在流失了 为啥是劳动成就太大了 因为做麻烦了 挣不太多钱 所以这些人都不做了 把这道工艺都流失了 我们是做了一百多两百年了 这个传统式的 所以说我们舍不得这份工艺 鲜米粉晶莹剔透 富有光泽 口感绵软 入口即化 然而鲜米粉除了有淡淡的米香之外 基本是无色无味 要想将这鲜米粉做成老少皆宜的美食 这才刚刚开始 早上十点 刚过完早餐高峰期 店内又开始马不停蹄地 准备第二天的食材 超过水的猪脊骨 老母鸡 煎至两面金黄的鲫鱼 统统装入一口大锅 在诸多食材的充实下 锅中的清水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成了浓浓的高汤 经过六个小时的熬制 汤底更是醇厚浓香 大锅圆汤 鲜羊肉 冬菜 香菜 再加上我们米子的红油 一碗美味的越吃米粉就做好了 越吃米粉味道鲜美 质地细软 入口微嚼几艳 广受顾客喜爱 我给两天就来吃 好吃 入味 看似一碗小小的米粉 融合了足足配味的 鲜肥和筋面 融合了几十种天然食材的精华 才把一碗越吃米粉 完美地呈现给大家 2014年 越吃米粉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正名商标 2016年被评选为四川金牌旅游小吃 2021年 越吃米粉制作记忆 被列入国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越吃米粉已经成为了当地早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早餐桌上 我们发现除了越吃米粉之外 食客们还钟情于一枚奇特鸭蛋 这个蛋是哪个颜色 就是广岚鸭皮蛋 有香 又好吃 广岚很多人就把这个作为一种零食吃 有那个鸭蛋的味道 也有皮蛋的味道 就是说它比那种 单纯的皮蛋 它有减高性 比那种鸭蛋 它有没有鸭蛋的味道 这鸭蛋外表和普通鸭蛋并没什么不同 然而一拨开蛋壳 里面却是另有乾坤 只见鸭蛋蛋清 橙乎破色 类似于皮蛋 然而蛋黄却是翻沙 颇有咸鸭蛋的风格 这既像皮蛋 又像咸鸭蛋的盐皮蛋 又有什么来头呢 这里是有着国安盐皮蛋发源地之称的 邓家盐皮蛋生产基地 国安盐皮蛋的发展和推广 最离不开的就是蒋超 在我真正接触的盐皮蛋的时候 其实是在2000年代 那个时候从乡下到城里来打工 也有时候喜欢到一些早餐店去吃一些面 吃早餐 我们就发现我们广安这个 当时还不检验的 因为我以前也到过广东啊福建啊 全国国里很多个生活都去打个工 吃过很多的东西 很多地方的蛋 我就发现我们广安的这个 当时的检验蛋 还有叫验蛋 它是与种不同的 相传明末清初 邓氏祖先携七女上山躲避战乱 当乱军走后 回家发现藏粮式的地窖 已经被雨水浸泡 饥饿之下 他们将地窖里经过雨水 食盐 石灰 卤料等浸泡后的鸭蛋煮食 却意外地发现这种鸭蛋 别有一番风味 于是鸭蛋的这种做法 开始在当地传开 2000年前后 蒋超无意接触到这种鸭蛋 走南闯北的他决定 将这一民间小吃推广出去 我一个民间的小吃 怎么能做成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就把它 命名为光安盐皮蛋 因为它的蛋池有鸭蛋的风味 蛋黄有鲜鸭蛋的贴点 于是蒋超走遍了当地 几家贩卖这种鸭蛋的大户 并整合了各家的记忆 通过几年的发展 2010年 广安盐皮蛋 注射为中国地理标志 集体商标 同年 邓家牌盐皮蛋 被纳入广安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个民间小吃 正式发展成了广安市的一张名片 为了保证广安盐皮蛋的这块金字招牌 从养鸭到成品的盐皮蛋 蒋超有着自己的严格要求 这个就是我们广安盐皮蛋的 这个蛋鸭养殖基地 这里差不多一两万只 这个是腐活瓢 鸭子最喜欢吃这个料 青丝料 它不光是说腐活瓢 包括一些青草那些 它也喜欢吃 但是 鲁色植物 和鹿色植物 蛋鸭饲养基地内 有两个大的水塘 一个水塘用于鸭子的日常活动 另一个水塘 则是专门培养鸭子的口粮 绿色植物搭配传统的饲料 鸭子们的饮食荤素搭配均匀 再加上宽阔的活动空间 鸭子们的生活 那叫一个轻松惬意 鸭蛋的质量自然也就得到了保证 是我们花一三匹 是非是 我们现在马上要把它拿出来 把它融解 我们用那个水 是非它有几个作用 第一个是增加它这个产品的相对 所以是非它还可以起到抗菌的作用 国安盐皮蛋之所以有皮蛋的蛋清 鲜鸭蛋的蛋黄 其秘诀就在这个桌上了 其实最原始的配方 它就是三样东西 一个是盐和煎加食肥水 但是后来经过我们自己搞人餐的话 我们根据人们对食品的追求 我们就直接创建了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配方 给泡菜坛加入适量的水 再把三奶 八角 香叶 茴香 生姜等十余种调料 按一定比例放入坛中搅拌均匀 在静止两个小时之后 再放入新鲜的鸭蛋 让鸭蛋充分浸泡在汁水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鸭蛋内部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到了八九天的时候 它就成了这种咖啡水 透明 那个蛋清像玻璃梯一样 很有弹性 经过十天的浸泡 再将鸭蛋从盘里捞出 清洗干净之后 就像普通鸭蛋一样蒸煮 鸭蛋便达到了最佳食用时间 从一个只在乡镇间流行的民间小吃 到广安室的一张名片 广安盐皮蛋产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已经成为当地的龙头产业 不但如此 吃盐皮蛋的消费习惯 已经深入了百姓的日常 一碗月吃米粉 加上一枚盐皮蛋 已然成为了广安市民早餐的最佳拍档 吃了很多年都习惯了 就相当于这个是早餐的部分 盐皮蛋也是广安的一个铁厂 铁厂有吃早饭 还有吃晚饭 都在吃 吃饭 吃饭 也说